大家好,我是陳麥祥 大家都看到我們經過反修例風波 香港搞到亂糟糟 我們看到立法局很多反中亂港的分子 就是搗亂立法局,破壞了很多規矩 現在撥亂反正 中央幫我們完善選舉制度 講出愛國愛港者治港的主題 我們非常支持 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好,當然支持 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愛國愛港的人治港是必須要的 這樣香港才可以保持繁榮穩定 愛國者治港是香港一國兩制 港人高度自治的補充 通過這兩年在香港發生的事 我們可以看出 只有真正愛國愛港的人 才能真正關心香港的發展 愛國者治港是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資源的基本條件 我們全力支持 大家好,我是陳恩健 過去兩年,香港發生了一場政治瘟疫 令我們這個美麗和平的城市 充滿了暴力、仇恨和分裂 今次,中央政府推出的《愛國者治港》 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資源的超級解決方案 大家好,我是來自中國香港的演員 翁虹 香港不僅僅是香港人的香港 更是中國的香港 全力支持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 這是理所應當 也是天經地義 我是香港導演,李力遲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 香港明天會更好 Hello,大家好 我是Ring,李彩雲 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我全力支持愛國者治港 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大家好 我是陳明俊 愛國者治港 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基本條件 我們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決定 積極發聲勇於擔當 當好堅定的愛國者 我是演員,黃俊鋒 愛國者治港 是確保香港一國兩制、繁榮穩定的基本條件 我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 大家好 我是香港藝人葉文龍 在過去兩年 那麼我們的香港不斷受到的破壞 以及一些的分化 那麼我全力支持這個愛國者治港 令我們更加有美好的將來 Hello,大家好 我是Jacqueline John 斯文 國家會幫我們完善這個選舉制度 會實行這個愛國者治港 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絕對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你要夠愛這些地方 你才會懂得如何處理這些地方 是所有問題 可能是民生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以及社會融合的問題 全國人大正式通過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議案 我自己非常支持愛國者治港這個理念 因為這樣才可以維護我們國家的安全 長遠來說 對香港的範圍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演員上天童 2019年是香港社會動盪不安的一年 我在香港親身經歷 那種每天生活在惶恐不安和憤怒的心情裡的狀態 是我永遠都無法忘記的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只有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 香港的明天才會更好 大家好 我是土生土生的香港青年楊毅嘉 回想過的兩年 香港真的發生過太多太多事 尤其是社會 我自己在新聞上看到 亦都自己親眼目睹那種的破壞 我自己一個成真的地方 很難過 亦都很憤怒 很無奈 所以我楊一家 全力支持愛國者治港 完善選舉制度 加油 一起努力